基隆某国小发生一次营养午餐造成学生不适的事件 引起各方关注 基隆市长谢国良这两天积极召开会议进行内部讨论 除了对学生及家长至上歉意之外 也提出精进作为进行改善 符合各界期待 每个环节都要负起应该有的责任 包括我在内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点我从明天开始会去各校的国小 并且要让校长以下的所有的学校同仁 对于每天营养午餐送到的时候的所有的SOP 要唤起他们的重视 第二我们每人每餐决定提供食元或以上 让孩子能够吃得更好更安心 第三我们对于所谓的德标厂商盛威食品 我们会全力的盯紧 他的每一份供货 如果他有问题 我们就会依法来研办 这一点我们都要做到 那这个我们对于教育家长 跟家长会的心声 那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看法 后续再跟他们来做善意深入的沟通 市长谢果良强调 牵涉到学生营养午餐的任何状况都绝非小事 他也要求学校校长与各单位都要格外的用心 来维护同学的食安健康 盛威现在得标而且得到很多市占率这个问题 其实在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很需要关注的 所以我在九月多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跟正风处跟正风处的团队去讨论这种集中得标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也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必须要按照采购法 所以即便有一个厂商他的这个得标他是很集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用引用例如像公平交易法市占率过高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去干预 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从上任以后我们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包括要从我们的营养五三自治条例要不断引进廉政平台以外 我们要提升这个出事以后的一个罚缓十倍甚至更高 这些我都希望能够跟议会携手合作尽快来落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